这狗子真是为家里操碎了心 他什么都懂 只是不会说话而已 你看他为了晚上加个鸡腿 已经劳动了一个上午 他闲熟的拔起花生交给主人采摘 看到主人累了 宁可自己站着 也要把凳子叼过来给主人休息 这一天 主人带着阿黄去地里干活 不巧的是带来的水喝完了 狗子阻止了主人喝不畏生的吸水 阿黄自告奋勇的回家里去取水 他一路狂奔跋山涉水 你看他那火急火燎的样子 拿了水转过狗头就走 他是怕主人等不及了吧 看着主人赶活这么辛苦 阿黄使出啃骨头的劲儿 帮主人扛带子 他还抢着帮主人提采篮子 不给他提这狗子还不乐意呢 回到家里后 阿黄看主人赶活累了 就给主人摇椅子 看到主人睡着了 这个劳碌命又开始忙着拖地了 拖完地还要帮奶奶洗菜 奶奶走路慢 他就一边走一边等 阿黄看到奶奶年纪大了 他就夺过降生去帮奶奶放牛 只是老黄牛一路不停地嘀咕着 说出去你们都不会相信 今天竟然被一条狗管着 真是没有面子 忙活了一天 阿黄正想着打鸡腿的事情 突然 天空开始打雷了 他掉起雨伞就往外跑 主人去地里了 还没回来 此时阿黄的心里只有主人的安危 鸡腿不鸡腿的已经不重要 只要主人有危险 阿黄不会有一点犹豫 有时候狗养着养着就不是狗了 是一个家人